9月16号 旅读周历 宜重生 今日任务 用心感受生命的美好 建立在1930年的板桥放送所 是日治时期 台北放送局的 电台广播发射设施 2015年8月 被新北市政府 指定为市定古迹之后 陆续展开修复工程 主体建筑外面的 千坪闲置空地 现在已经是可以让市民 悠闲散步的闹区绿地 放送所本体 也在经过577天的修复日子 一盏新面貌 再次出现在大家眼前 板桥放送所当作广播电台发售站 使用80多年之后 获得市定古迹的新身份 也开始它多年的改造计划 终于在今年全国古迹日 修复完成 这栋拥有92年历史的古迹 将在柔美的灯光衬托下 揭开它全新的面貌 网络万度计透过Keyboard大数据 关键引擎可以看到板桥放送所的关键自由 古迹 修复 艺术 放送等 如果我活到80岁 还有崭新的人生 那该有多美好呢 经过绿美化的板桥放送所园区 成为都市丛林里十分舒服的一个空间 在放送所迎接新生命的这一天 炒地市集整热闹的举行 不少摊位都有特色旧物 大家可以来这边寻宝哟 这个是早期丹麦他们那时候的产物 然后它当初的话是情人节出的限定 所以它就是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 而且它好好玩的是 它的手这边是可以拆它来的 今天车库是以板桥故事屋名称亮相的第一天 这里面呢 除了有新建板桥放送所的 日本建筑师栗山俱一的介绍 还有我们放送所的历史人物 以及以板桥为主题的书本 欢迎大朋友和小朋友们来这边参观 未来将打造亲子剧场的工厂壁 先透过古基乐高展提前暖身 包括板桥放送所内会有五组新北市大型乐高模型 欢迎大朋友小朋友都来这边参观 每一组古基乐高的背后 都是新北市文化局前进校园 推广文化资产的成果呦 位于府中双城新城区的板桥放送所 它的新身份将是结合科技与表演艺术的 数位艺术放送旗舰基地 未来OT进驻的营运单位 当代传奇文化艺术基金会 也在放送所竣工这一天 和大家一起庆祝古基重获新生 随着夜晚的来临 揭开板桥放送所的面貌 时间越来越近 这项走过耗资6600万的修复工程 即将来到精彩的结尾 美好的点灯仪式之后呢 总长有一小时的 莎士比亚凝聚仲夏业之梦 将在这里让所有的观众沉醉在艺术的表演里面哦 我怎么忘了我还有这个法宝三色井 三色井就是少女口中的相思花 我有妙计了 天王天后闹翻了 我这个小爱神帕克正好趁机倒蛋 参加完板桥放送所重生之夜 肯定就要来南亚夜市吃晚餐 我特地选两间老店 他们两间的营业时间加起来 要能超过板桥放送所92年的历史 代表我对这座重破新生命的古迹 致上我最大的敬意 从南亚南路那一侧的入口进来 就会看到这一间 只用一套古早味 排骨酥糖和油饭 就经营了快要超过50年 想必大家应都知道这一间店 我现在就要来吃吃看 吃油饭就是要配那个甜辣酱 我以为它的油饭会很油很油很油 但其实它不会 而且它的香菇非常的香 再加上配这个甜辣酱 整个就完美比例 噢不得了 我跟你讲排骨酥汤 我个人是很讲究的 因为我喝遍全台湾排骨酥汤 嗯 它完完全全有达到我的标准 第一呢是要有那个胡椒味要够 还有它的汤头不能太油 要微微的油 太油的话整个那个感觉就不对了 好好吃啊 我跟你讲排骨酥最重要的就是不能烂 它的外皮要先炸锅中 那外皮再去煮 如果它有点滑掉呢 这就不是正宗的排骨酥 这些我给它100分 在南洋夜市还有一间超过半世纪的猪血汤 老板呢其实已经是第三代的传人 他为了要让老味道有新感受呢 就在创始店旁边呢 开了一家浓浓日本风味的店家 新的店面呢可以吃到老味道 就是它创造了一个新的猪血汤汤 看到没有 满满的猪血 还有加上这个茶 还有呢来这边千万不要忘记要点这个 辣肉脏蛋 好香 因为它的肉脏是瘦肉 所以不要担心会变胖的问题 好香喔 好吃捏 超好吃 我真的已经讲不出话来到了 其实呢它的腸 因为腸很脆 不会很难嚼 可以看我们的猪血啊非常的新鲜 我感觉非常的荣幸 可以参加这种重生的party 让大家呢可以见证它呢 从原本的历史古迹呢 到一个新的生命 让我们所有人呢 都要感受到年轻的气息 美好的回忆 是我们获得幸福的第二次机会 想知道板桥放送所里面有什么改变 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 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下次见喽 有请观看